- 转载四百项号作者,大笑说体育近日,四川媒体成都商报刊登了一个两位退役的女族姑娘为了升级开商讨店的故事。 - 曾经的女族队员,是怎样跟麦少桃这个职业挂上钩的呢?这上还得从2017年10月8日说起,去年10月8日,随着裁判的一声肖响,29岁的凡月正式告别绿音场,本场比赛是她的羡慕演出,她告别了相遇了11年之久的四川水女子足球队。 - 而一年之后,她身边的搭档变成了曾经在阿威女队和四川女队都曾效力过的队友刘俊,被媒体问得多了,两人退役之前的生活,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在女队里是没有绩效逃和的。 - 凡月说道,不管是阻力还是替补,是赢球还是输球,大家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刚进队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块的训练费,后来慢慢稳定到四五千,队里包吃包住,平常开销倒也不大。 - 二零一六年,凡月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除去安歇,多年的存款所剩无几,然而足球毕竟吃的是青春饭,等到退役的那一天,总要面对生活的财力流言。 - 凡月退役后找到了一份与足球相关的工作,将幼儿园的小朋友踢球,受她的影响,已经退役多年的刘俊也从专修公司辞职,回归到了足球教练的行业。 - 然而对于开烧烤店的想法,凡月表示纯束偶然,在一次闲聊的过程,凡月表示,世界杯期间吃烧烤的人肯定多,要不我们开个烧烤店试试,结果两人一拍集合,说干就干。 - 凡月将前跟烧烤师傅学技术,两人又出钱排下了一间小店,为了把黑区区的厨房打扫干净,一个人冲水,一个人打扫,弄了一夜。 - 六月九日,烧烤店开张了,与别的店面不同,墙上的装饰都是两人踢球时拍的各种照片,还有一件签满了名字的球衣,都是以前的队友,他们来过店里面,就在上面签了名。 - 凡月说道,店门口,也摆放着两人当年盯在绿荫厂的照片,生活是个有趣的事情。 - 凡月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老早的起床,跟那些大爷大妈们抢新鲜蔬菜,以前是抢球,现在是抢菜。 - 凡月是店里的烧烤师傅,天气太热,他也只能用风扇吹吹背,却依然是寒如雨下,就像他在绿荫厂上挥洒过的汗水一样。 - 刘骏则负责招呼客人,收钱,打扫卫生,两个人既是老板,又是员工,几乎每天,凡月都会跟刘骏抱怨太累,想休息一天,刘骏笑着劝他,再坚持坚持,要生活,要还房贷,要养孩子,生活的脚步一旦开启。 - 即使不情愿你也要跟着往前走,然而可贵的是,每周四,刘骏和白月还是会车控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上足球课,每个月,以前的队友还会聚在一起踢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烧烤也只是生活,而足球却是一辈子的热爱。